连云港的灌云 长长的沿河穿城而过 南来北往的货船 热闹着这条在唐代就已经开通的南北草运枢纽 也让这座名叫灌云的小城 浸润在南北文化的交融之中 形成了自己一套独有的饮食文化 当然说起灌云的美食就不能不提起它 这是豆丹 民间也有豆参的叫法 是一种以吃豆叶和甘露为生的软体昆虫 但是这种危害着大豆生长的大青虫 却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 在城光山的记忆中 当地人吃豆丹是在平常不过的事 每逢豆丹最好的时节 它总要烧上一大锅 喊上邻居们一起大饱口福 我们要听到的 从老大一开始做 做到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 有的外地到国庸 他没看过的吃过的 他对国庸豆丹评价非常高 关于民间开始食用豆丹 已经不知道传承了多少代人 住在这里的人们 仿佛从出身开始 就已经与豆丹结下了不解之缘 现在的豆丹身价不菲 不过吃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这做法和吃法呢 大部分都还是延续着老传统 吃的就是那口独特的老味道 富含营养的豆丹 在白县德青村 陈光山大厨的手下 造就的是一道传统的豆丹会丝瓜 而在冠云当地 另外一位名厨张鸿诚的刀铲之下 小小的豆丹可以和营养丰富的南瓜泥搭配 也可以和小龙虾一起创造出一道道美味的豆丹创新菜肴 现在这个情况为了大家能更适应这个豆丹 所以把这个豆丹我们的思路跟它扩展一下 扩展了以后把这个豆丹我们多搞几样 多搞几样大众吃的人就不是更多了吗 吃的多了我们过用豆丹这个产业 豆丹这个情况不是做得更大吗 豆丹对于爱吃的食客们是一道一期一会的美食享受 对于冠云来说似乎就像一扇窗口 也像是冠云人民打开的一扇门 这扇门让豆丹这样流传百年的独特美食走向了世界 也让更多更多的人们因为豆丹知道了冠云 同时他也给每一位土生土长的冠云人 留下独特的味觉记忆